蜀汉舞肃秦皇 以史为敬 读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 星夜把酒 热闹里面听门道 读时有学问 让我慢慢和您聊 纷纷五代乱世间 残堂墓室 用风烟 风云障下 其人在 思言贩子 闹江山 李纯旭出为忠心之主 得到中原后 却不思进去 石敬堂甘作儿皇帝 落得千古骂名 更有周世宗柴荣 少见的民君 却只做了五年皇帝 当后世人恶败叹息 敬请收听 读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风云路 五代篇 上下五千年 读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我们今天继续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风云路 五代篇 后汉 话说看到后汉 内讧不止 北方的契丹 又打算南亲 搜刮财物了 李太后不懂军务 听说契丹难犯 只好再让郭威 辛苦一趟 去会会契丹人 郭威当然愿意 带着大军朝北行进 可当郭威来到潭州时 手下军兵突然发生滑变 军中有会看天象的对众人大呼 快看哪 太阳旁边生有紫器 直夺郭公马前 此大祥赵也 当住郭公为天子 众人大华 拥住了郭威大喊道 我们已经和刘氏结下了死仇 刘云来了 不会放过我们的 请世中自为天子 我们才能活命 说吧 不顾郭威连连摆手 撕下了一面黄旗 就裹在了郭威的身上 众人福地 山呼万岁 场面壮观 郭威表面上却痛不欲生 昏倒了好几次 但是 他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就没人知道了 于是在众将的拥戴下 玉辈皇帝郭威 还没有接斩契丹 就班师回朝 这一天 是喊前佑三年 十二月二十日 也是公元九五零年 在胁迫郭威做皇帝的诸将中 有一位将军 对着震撼性的场面 刻骨铭心 整整十年之后 他导演了同样的剧情 从过程到结果 丝毫不差 后人多以为这位将军 很有想象力 其实他不过是把 郭威称帝的故事 重演了一遍而已 而这个人 就是后来的宋太祖 赵匡印 当然 他的故事 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来继续说郭威 文武百官听到兵变的消息 谁还对刘家的表忠心呢 他们能卖掉十重贵 自然也能卖掉刘云 于是争先恐后的跑出城去 拜迎郭威 李太后也知道 刑事到了这一步 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好下令 让郭威坚果 以求自保 最倒霉的是另外一个准皇帝 武宁节度士 刘云 他还傻乎乎的前来登基呢 可是刚到河南的商囚 皇冠没见着 直接就被郭威的心腹 郭崇威给关了禁闭 听后处理 刚刚过完新年 汉前又四年正月初五日 李太后下诏 将汉朝天下传给郭威 郭威意气风发的 玉林重元殿 召告中外 自称周朝后人 改国号为大周 将汉前又四年 改为周广顺元年 随后郭威就下诏 为杨斌 王章 史洪照 平渊昭雪 将杀害自己家眷的首恶 刘朱斩首 郭威没有以怨抱怨 足诸刘朱家小 足见郭威还算是心胸宽广 后世对他的评价 也颇为正面 不惭 不凶 不报 为人尚算正直 在五代中非常突出 名声也较好 和李四元有的一笔 虽然取代了厚汉 郭威对刘承佑的母亲 李太后还是毕恭毕敬 尊为昭圣皇太后 但却没有放过刘云 这位准皇帝真够倒霉的 扁梁城的龙椅 一天没做过 就被郭威当成前朝废地 给送中了 太原城中的河东节度是刘虫 得知儿子被杀的消息 后悔不听李香良言 在冰天雪地中痛哭流涕 南向大骂国威 从此和后洲互为死敌 正月十六日 刘虫在晋阳殿中称帝 国号仍称大汉 就是十国之一的北汉 五代十国的十国中 除了这个北汉 其他的都建立在南方 这和五湖十六国时 正好相反 十六国除了成汉 建立在西南 其他的都建立在北方 话说郭威的儿子 都在前又三年 汴梁事变中死光了 身边只有一个养子柴荣 不过能让郭威 辽味老怀的是 柴荣不仅对自己 视若生父 而且柴荣文武全才 跟随郭威多年 能力得到了 郭威和大家的公认 所以虽然郭威没有明说 但所有人都知道 柴荣是日后继承地位的 不二人选 不知道柴荣 是否暗中感谢过刘朱 如果不是他 看了郭威的两个儿子 也许郭威 不会如此的培养自己 就如同当年的李四元 如果没有亲生儿子 估计也会把李从科 直接定为皇位继承人 也许吧 我们说太原的刘崇 虽然也称帝 但是地盘太小 只有区区十二州 难以和强大的郭威 周朝相抗衡 便学起前辈石敬堂来 当然他做的没那么出格 只是称契丹皇帝 耶律树律为叔父 希望借契丹叔父的力量 能灭周星汉 耶律树律 巴不得有这样的老侄子 自然欢喜异常 也学起老爹 耶律德光那样 认下了刘崇 这两个人 鬼鬼祟祟 相约涂炭中原 广顺元年十月 契丹出兵五万 会和刘崇 亲自率领的两万军队 来供周朝的晋州 晋州巡检士王万赶 一面指挥周军固守 一面飞驶急奏京师 郭威刚刚登基 人情未必进服 自然不能让天下人小瞧 他骂道 刘崇老儿想学石敬堂 也不打听 我是干什么出身的 于是 派出征北大将军王骏 迎战契丹联军 王骏运气不错 契丹军原本想着 一边打仗 一边抢粮 这样就没有 资重的烦恼 结果天降大雪 老百姓都跑没了 契丹联军就等于 直接断了粮草 他们坚持了一阵 实在受不了了 还没和后州军 接战就撤回去 只留下刘崇 还眼巴巴的 等着援军在山西发呆 王骏一路碰到契丹军 都是不战而溃 胜的是莫名其妙 大军行进了很久 才看到望眼欲穿的刘崇 终于有个不跑的了 他动员了一阵后 带领后州军全力冲击 没想到刘崇 像在梦游 两军刚一接战 北军就大败而逃 刘崇也抱头鼠窜 刚刚解决北方的战事 光顺二年正月 慕容颜超又造反了 得到军报 国为冷笑一声 狗奴才 早知道你有这一天 招令招武军 节度使曹英去掏 慕容颜超 慕容颜超有个坏习惯 就是喜欢苛口军响 为此经常被手底下人抗议 后来他见到苛口良响 不是个办法 于是就想到了一个 更搜的主意 偷偷地注假钱用来发响 结果等兵将们发现自己 领到的军响 全是废铁的时候 可就急了 你这是玩火呀大哥 直接一哄而散 慕容颜超 瞬间就成了光杆司令 被周军围在了府中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只好抱着自己的军响 投井自尽 郭威也不客气 对慕容家族 进行了遗族大清洗 郭威继位后 就将刘承佑搜刮进宫的 西式珍宝取了出来 命人全都砸烂 小玉种臣 真正为君者 是不需要这些亡国之物的 真正的宝是人心 朕出身低贱 吃尽千辛万苦 遇上这个乱世 才侥幸成为了皇帝 我怎么敢残播百姓 来图个人享受呢 郭威随后下诏 命令地方有私 不准搜刮民间财物 奉供内庭 够吃够喝就行了 要这些东西 没什么用处 到了广说二年的十一月 郭威下诏 对作为战争资源的 牛皮征收制度 进行改革 牛皮是冷兵纪时代 非常重要的战争用具 可以制作甲具和盾 后汉石官府严禁民间 私自买卖牛皮 并且把民间所有 备用的牛皮都征入宫 然后付给百姓 很低的价格 老百姓有苦说不出 但这还算好的 在五代的后堂 甚至有朝廷用盐 哄弄老百姓打发了事 到了后进的石敬堂 更绝 连盐都不给 强行逼迫老百姓 捐献牛皮 郭威知道其中的利弊 规定以后 关于牛皮物资 民间除了不允许 卖给周边敌国 任凭百姓自己交易 同时 郭威还废除了牛租 当年朱温攻打淮南 抢来几十万头耕牛 朱温把这些牛 分给了老百姓 每年交给官府租子 但这些牛死了 牛租却没有废除 老百姓这个气 这也是五代时 经常有小规模造反的 物质原因 现在郭威 改革了牛皮 征收制度和牛租 民间欢腾不已 都奔走相告 老天有眼 终于出了一个好皇帝 对于郭威的 革除弊政 薛居正给出了 高度的评价 七月而弊政皆除 玉岁而群情大福 何千善之如是 盖英便已无穷者也 郭威也当得起这个评价 有人建议郭威 把一些肥田卖给富户 可以得到大笔的银子 来充实国库 郭威不同意 说了一句足以感动 古今的一句话 利在于民 游在国也 朕用此前何为 老百姓的利益 就是国家的利益 正所谓民富国强 老百姓富了 国家自然也就富裕 郭威在位时 已经是五代后期 和前期有所不同的 后周之前的几个朝代 内部的军事斗争 非常激烈 大阵叛乱已经是家常便饭 不高兴了就造反 高兴了也造反 反正都是浑水摸鱼 而后周存在的十年中 除了郭威刚继位时 发生的衍州 慕容延超叛乱之外 基本就没有再发生过 重大的叛乱事件 究其原因 是前面几个朝代的统治者 对老百姓示弱牛马 对民间疾苦 不管不问 这就给了地方军阀 以可乘之息 老百姓对统治者很失望 地方军阀就有了 造反的社会基础 而郭威的后周 之所以能够改写历史 主要是他一反 前几任的横征暴敛 接连对社会民生进行改革 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条件 郭威作为民军 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认可 地方实力派师出无名 即使不顾民意 愿意造反 结果也只能是 玩火自焚 郭威有着大地的风范 但在当时社会中 进一的大臣们 却不是都能跟得上 历史潮流的 后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 渐渐上了轨道 而朝廷内的官员们 又开始蠢蠢欲动 向阴私结党 互相倾压 首先出头的就是 郭威的结拜大哥 王骏 王骏 地位险要 位居中枢 本应是郭威的左右手 可他却鞠躬自傲 甚至连皇子柴荣 入见郭威 都想从中作梗 以控制郭威的人际关系 更有一次 他强行要求 郭威罢免宰相范志和李谷 改任端明殿学士颜看 和疏密直学士陈官 人事决定权 是皇帝的私物 岂能容他人染指 郭威碍于大哥的面子 既没有答应 也没有直接反对 可是王骏 不依不饶 口出不逊 居然开口骂了郭威 王骏明显要在朝中 树立自己的党羽 甚至已经要架空 郭威的行径都做了出来 并且总想控制 郭威的日常出行 和正式安排 郭威忍无可忍 广顺三年二月间 郭威将王骏软禁起来 众官员看到王骏失事 立刻落井下石 劝谴郭威灭王骏满门 绝处后患 但是郭威最终 还是没有忍心下重手 只是把王骏 贬为商周司马 王骏到了商周 越想越后悔 弃病交加 不久死去了 从郭威对王骏的处理 我们就能看出这位 后周皇帝的性格 虽然王骏对他不敬 但是郭威也只是将他贬拘 并没有像其他帝王那样决绝 在权力面前 还能手下留情 实在是很给面子了 郭威知道自己身边五子四 万一有事 柴戎继位会出现麻烦 便在广顺三年三月调柴戎入京 任开封银 封晋王 算是正式确定了柴戎皇太子的地位 没过多久 郭威就病倒了 不过柴戎在身边 大师一体滋问柴戎 郭威倒可以安心养病 柴戎明白 这是义附给自己的考验 于是在府中认真办事 便良城中 四民安然 郭威病情不断地恶化 甚至在拜祭太庙时 都要别人搀扶 最后只能让皇子 晋王柴戎 代替自己行礼 郭威死前 把柴戎叫到了踏前 嘱咐了最后一件事 就是等他用死后 医治医练瓦官 不要金银玉器复葬 并且对柴戎说 当年我习征离守珍时 看到唐朝皇帝朱灵 因为内藏宝物而遭盗窃 我用不着那些东西 我死后也不要用刻什么 石阳石虎之类的 只在我灵前刻上一块碑 上写周天子平生浩剑约 以令用旨医瓦官 似天子不敢违也 就行了 郭威众渴了几声 又说道 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 如果你不听 我在地下 也不会保佑你 周显德元年 正月十五日夜 郭威病死于资德殿 享年五十一岁 晋王柴荣在大型皇帝 临前继位 史称周世宗皇帝 柴荣尊郭威为圣神 公宿文武孝皇帝 妙号太祖 中国历史上 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 想来很有意思 就是所有的周朝 都出过大名鼎鼎的皇帝 而且多是改革家 比如南北朝的北周 出了两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北周太祖宇文太 创建了军事史上著名的 辅兵制度 他的儿子 北周五帝宇文雍 消灭北极 统一北方 为后来隋文帝 扬间统一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中间还架着一个周朝 就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 虽然五周后期政局 比较混乱 但是社会经济 从整体上来说 还是向前发展的 之后的开源盛世 也没有摆脱五周的影响 到了五代后期 同样出了两个 很有作为的皇帝 后周太祖郭威 和后周世宗柴荣 郭威改革五代击毙 政局逐渐稳定了下来 而周世宗柴荣 更是继承了郭威的改革事业 并且再次基础上 开始统一战争 南下扫堂 夺得千里江淮 北上公辽 夺回石敬堂 卖给契丹的三周之地 如果不是柴荣突然病故 中国历史将很可能 不会出现一个国号 称作宋的朝代 总之 五代到了后周时期 已经出现了统一的苗头 虽然在郭威时期并不明显 但他的改革 却对柴荣 赵匡印的统一进程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郭威和柴荣一样 扎在五代里头 实在是有些委屈他们了 五代十国的历史环境 非常恶劣 郭威能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 启动统一进程 能力可以说是非同一般 再加上持续对内进行改革 五代长达数十年的战乱惨状 得以从内至外的改善 柴荣入主后周 一个气概十足的时代 悄然来到 中华民族也终于在 五代的无尽黑暗中 看到了一丝光明 上下五千年 读史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进撰写的 五代十国风云录 后汉片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